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在白宫东厅摆设国宴 招待来访的南韩总统尹锡悦夫妇 著名好莱坞影星安杰丽娜·丘利 也带着在南韩念书的大儿子出席 庆祝美韩结盟70年 国宴的主菜是蟹饼跟红烧牛肋排 甜点则有香蕉船 尹锡悦这次造访白宫 还跟拜登一起发表华盛顿宣言 应对北韩的核武威胁 根据这份宣言 美国承诺成立核磋商小组NCG 跟南韩共享战略行动资讯 也会让南韩参与美国核资产的运作 另外美国的核潜艇 未来也会部署到朝鲜半岛 这也将会是40年来的第一次 至于南韩方面则同意不推动核武计划 加强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拜登和影席月签署华盛顿宣言 将南韩纳入美国的延伸威慑 也就是美国用战略武器飞带防御系统 来保护南韩免受核攻击及威胁 这也代表几十年来控制北韩核计划的努力失败 北韩核威胁将持续存在 对于美韩努力表现强化合作 中国大陆批评 美国难以满足南韩经贸领域的要求 延伸威慑也只是美国控制盟国的工具 至于北韩官媒也特别制作影片 痛骂影席月根本就是放弃南韩的主权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